现在首先要来介绍一下密码管理工具NIPES 它下载主程式和语言档 然后安装程式与中文化 先来介绍这两个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下载主程式和语言档 下载主程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到官网的地方去点击Downloads 那它是可以有免安装版 所以我们来示范一下到官网 那这边会有classic edition跟professional edition 那我们选择professional好了 这是1.29版的 那这是2.30版 那我们选择这个professional edition的 那这边会有一个 这个是安装版的 那底下这个是免安装版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免安装版的好了 好那它就会开始储存 储存完了之后 呃我们待会再来处理这个储存档 我们现在去下载一下那个语言档 语言档一样是在官方网站 官方网站其实它刚才 我们刚才进去的地方是Downloads Downloads有这个东西 那它语言档是在Transactions 好那找到我们的繁体中文 那因为我们版本是2.30 所以我们下载这个2.30的 好下载完毕之后我们先把它关起来 好所以这里是介绍下载的方式 到官网Downloads 然后下载这个 那一样语言档 那如果你说你直接要使用英文的话 那就不用下载语言档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安装 安装 它就是把程式给解压缩 然后把语言档也解压缩 那它语言档解压缩 这会产生一个LNGX档案 那再把这个 call到这个组 组程式的资料夹中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资料夹中显示了 那我们下载回来的时候 是有两个档案 那上面这个是组程式的档案 所以我们把它解压缩一下 好所以会很乱 所以这时候我们先把 刚才解压缩的先删掉好了 好我们解压缩的时候 把它解压缩到 这个的一个资料夹底下 这样比较不会乱乱的 那这语言档 我们把它解压缩一下 它只有一个这个LNGX档案 那再把这个丢到 这个 程式里面去 那这样整个就是OK的 那以后就是可以把这个资料夹 抠着带着走 因为它是免安装档 那待会我们再来做下一步的录影 那待会我们再来做下一步的录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